大家好,我請一下我們市長好嗎? 好,黃市長請 市委好 欸,市長 剛才黃偉哲委員他剛才問你 最後那幾句話你沒有答案 你剛才講的這個知識體大對不對? 就這麼重要的問題 所以說你們認為公告這個地址敏感區 適宜嗎? 然後你們又沒有責任 你們說如果不適宜開發 就放著就好了 那人家的損失政府什麼態度? 我跟委員報告 現在地址敏感大概沒有辦法一次 就這樣公告 一定是逐漸調查,逐批公告 現在不是你逐批調查,逐批公告的問題 是公告了以後的後續 好,我現在問你一句 台北市有沒有地址敏感帶? 我現在 台北市有沒有 台北市有沒有 是不是請所長來 好,所長 沒關係,台北市有沒有地址敏感帶? 目前我們所知的台北市裡面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 那如果有勒 那麼火山 假如火山 要包括進去的話 我們未來還要再評估 它是不是地址敏感區 其他的 所以,我要講了 人家說 在每個人身上 像我們 每個人都有敏感帶 適宜公佈嗎? 適宜公佈嗎? 剛才市長明確講一句話 你們說如果要開發的話 還要經過簽證 還要經過調查 好,調查沒有問題 那結果發生了以後呢 真的產生了問題以後 誰來擔這責任 你說,剛才市長你講一句話 地址這種東西很難講 而且知識體大 我們要講得好 如果你現在公佈了地址敏感帶 那我居住在那邊的居民 我會不會產生 每天 人心煩煩的一個態度 靠腰啊 我住在這裡 我不知道當時會出事 怎麼辦? 那誰來證明說 我現在我已經蓋好了 那又誰來給我簽證說 你住在這邊沒問題 怎麼辦? 有沒有配套 你們剛才說的 如果要去便宜 還是要開發 當然要再加強評估商業 每一個事情 就是在平地開發 也是要啦 我們講坦白話還是要啦 問題是 這個地址敏感區 這個名稱 還有你們公告以後 你們有沒有去想過 整個影響的周圍 我告訴我 保護我們的土地 我們都贊成 保護人民的生命 我們也贊成 保護人民的財產 我們也贊成 但 你們有沒有去思考 這個配套 還是只是為了 讓這個法案通過以後 只是要讓他 法案通過以後 後續那些事情 其實這個地址敏感區 公告了以後 這個地帶公告出來以後 才是真正問題的開始 你們有沒有想過 這些 報告委員 這些我們都思考過 當然 你們的配套呢 配套說是 因為我們這是一個資料的公開 讓大家了解哪個地方比較安全 安全上可能必須要注意的 哪些比較安全哪些比較不安全 所以我要說 你公告之後 這些不安全 站在我的立場 假設我 你公告在這裡 你公告的 靠腰 在這裡 政府說 可憐危險 我真的都傻的 會不會產生影響 那我現在是假設問題啦 如果現在台北市真的有一條敏感帶 或是有 真的是有所謂的地址敏感帶 怎麼處理後續 怎麼處理後續 在土地規劃的時候 應該要盡量注意這些地方的土地利用 我現在你說台北市的已經開發了 現在要怎麼 都市更新的時候還可以再補救 要怎麼補救 你告訴我 這些地方假如確實敏感地區 因為我們敏感地區只是一種資訊 還要再後續詳細的調查 對嘛 我現在說重點啦 你們都講資訊啦 我要講的是實際面的影響啦 公告了以後 整個層面的影響 你們不能只想到說 我是公告資訊 我沒想到 後面影響是多大啦 這才是重要啦 我講過了 山坡 土石流 真的 我們這真的要公告 我也很贊成 因為我們是真的怕的危險 但我要講的 這個地質敏感帶 你用這個名稱地質敏感 我講的 好像聽到半個半個半個 嚇死了啦 你真正我講的 我現在我的家 我現在說 別說什麼啦 如果在座大家 你們的家 如果買到現在公告 是地質敏感帶 我就煩惱了 我這是要怎麼處理 我要不要跟我以前的建商球場 萬人啊 出問題 而且 萬一所謂的地震 你們是歸納為天災 還是它的結構不安全 你們都想到這些 沒有 所以我要 我要跟 我們單位講的就是說 這個地質法 我們希望它修 我們也希望它通過 但是在整個配套 跟整個後續的影響 我是覺得 不會要 覆取完全的責任 而不是 只是一個所謂的 像剛才講的 在地質敏感區 只是一個公告 只是一個資訊的公告 那這樣 這個是不負責任的 我講話很討厭 只是一個地質敏感帶 你們警察是說 只是一個資訊的公布 靠腰 一個法令 你們說 我公布法令 只是讓你們知道而已 像你們家的事情 那這個叫做法嗎 那這個有完全的配套嗎 那這個真的是來保障的嗎 那這個真的是來保障的嗎 不對吧 所以市長 我是覺得 真的後續 要處理好才是啊 沒有這應用太大了 是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部分 有跟內政部協商過 因為 內政部是 土地管理的主管機關 所以 整個將來後續 是跟土地分區使用 所以啦 就是剛才講的 你們跟內政部協商嘛 所以我說 這個名稱也好 整個配套也好 一定要完全 一定要完善 而完備嘛 這才是 這個立法的宗旨存在嘛 那要想遠一點嘛 要想更多 不是 你們剛才說的 我真的不能接受 只是一個資訊的公告 靠腰 那這個立法有什麼意義 因為 將 在內政部的 土地主管機關裡面 比較有多的 容積移轉啦 土地徵收啦 或者補償 減稅啦等等 整個措施 那你們剛才說的 我真的不能這樣想 剛才像一堆老母一樣 像內政部 現在說高雷生小孩 我在插插人 老母你們生小孩生出來 生的去生不去 你們家的事情 好像是這個感覺嘛 我鼓勵你們生孩子 生下來以後 一百萬搶一個口號生孩子 生孩子 啊 怕生下來 你們家的事情 我是要等我 是要養死也好 還是要放給國威醫師也好 還是要素材 他要做路面 還是要吃董 生下來以後的教養 才是最大的問題 法案定出來了以後 後續的 才是最嚴重的 也才是真正要面臨的啦 部長 苦口婆心講這麼多 就是說 不是只有資訊的公開而已 好 謝謝